民進黨 栽培他其實也幾十年的時間 但是從去年的五都選舉以後 楊秋興先生其實已經跟民進黨 也可以說是在政治上完全都沒有任何的一個關聯 所以未來楊秋興先生他的政治上的一個動向 我想我們民進黨完全尊重 在大高雄地區 從民進黨所掌握的民調 在大高雄的一個選情 其實我們也非常大幅度穩定的一個領先 所以不管楊秋興先生他未來的政治動向如何 我們對我們的選情其實也都充滿了信心 但是至於說今天某媒體在頭版頭條裡面去講到說 他不希望宋楚瑜先生出來參選總統 這個在今天早上第一時間 宋楚瑜也出來反駁去駁斥說 這是一個假新聞 但是如果說放在媒體上的一個頭版頭條 被宋先生指控為是一個假新聞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指控 媒體其實應該出來講清楚 而且中國國民黨更需要講清楚 讓我們感覺這整個事件 他就是一個假委犯的一個翻版 刻意的在這次總統大選去弱化宋楚瑜先生 這個不應該是一個媒體該去做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造假的新聞報導 更何況更何況 國民黨不能因為選情告急了 就把宋先生這樣子刻意的去做一個弱化的一個操作 我們認為這非常的不道德 但是以前的奮作是要來陳舊誠的人參與去享受做中華民國的中華嗎 其實正是因為很多民主前輩大家共同的努力 才可以造就台灣今天的一個民主 那現在在今天的民主台灣所顯示出來的 人民其實大部分從民調上可以看得出來 很多的民眾他認為台灣真的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他表現出來的意涵是任何的政治人物 任何的政黨 你必須要跟台灣這塊土地 跟台灣的人民來做一個連結 蔡英文主席他所強調的其實是要經過一個民主的程序 在這個過程任何政黨他都不應該先預設一個框架 那麼樣的一個權威說要把台灣帶去哪裡 台灣未來如何必須要經過民主的程序 由全民來做一個決定 所以我想民主前輩的努力 這個所有的台灣人民我相信都感念在心 才會造成創造了今天台灣民主的一個成就 但是呢往後台灣要如何 一定要經過民主的一個程序 我想今天民眾也可以體認到台灣包容了中華民國 這個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一個民主成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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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